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王志安现在开始圈钱了 他的真正的目的已经露出来了 而且他弄得还比较假人假意 我今天看了王志安的首次直播 这个全过程我都看了 我不会说是看完几分钟 都没有听人家把话说完 就开始发表自己的一个意见 就靠自己想象去发表 就是喷我的 以前喷我就有这种人 我视频都没有看完就开始喷 所以说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 你要是听人把话说完 之后你再合理的阐述你自己的一个意见 我也充分听取了这个王志安的一个意见 通过他的这个直播手续 让我确切实实的看到了他的为人 以前这个王志安他在央视的时候 那确实是这个党媒的一个宣传机器 党媒的人 所以说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距离 是吧不太了解 因为他隔着党媒的那一层沙 比后边是什么 咱都不知道 他在北京的那个新闻电视台 工作的时候 那咱们肯定都跟他跟人家都接触不上 人家动辄做一个节目都能卖到上千万呢 或者是说付过的几百万 那首播呢大家可想而知 就给上千万呗 按照王志安的这个一个说法 所以说那跟这种人呢 那确实接触不上 但是现在王志安不落魄了吗 落魄了被当局封杀了 那不知道他到底得罪了谁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只能说对于他的这个 以前被封杀 或者是说他的这种遭遇吧 深表同情 因为在中国被封杀的 不仅仅是他一个 那么多的律师的执照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多的媒体都被封杀 所以说也就见怪不怪了 那王志丛的微博说啥不也就杀了 说疯不也就疯了 所以说现在国内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对于这种说疯就疯 说散就散 我真的非常的反感 这是严重的侵蚀公民的一个言论自由 和自己的一个公民的自由表达权 但是难道说当局封了这个王志安 王志安这个人就特别的正确吗 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就特别好吗 显然得不出这个结论 是吧 不好的反面 难道这个人就非常的正义吗 也未必吧 是吧 所以说我看了王志安的这场直播手续 我终于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他所有一切的铺垫就有一个目的 圈钱 说好听点就投资 所以说就是这样 而且人王志安少了不要呢 必须要躲的 你投资了一千两千美金呢 对于人来讲 这不当为事儿 所以说你要投啊 就多投点 啊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王志安的雷人雷雨 就是在他的直播过程当中 他的雷人雷雨 以前不了解王志安 觉得很神秘啊 高大上 但是通过他自己做自媒体视频 了解到了他这种 私底下的一个为人的价值观 其实大家在这个油管上 为什么我觉得自媒体挺好呢 自媒体这个东西就像一个照妖镜 一样 他没有什么就是广电总局的一个审核呀 或者是说节目领导的一个审核 层层把关呢 各个方面啊精心的布置 精心的雕琢 他可以很好的暴露出来 这个人的思想和这个人的价值观 我在说王志安的这些视频当中啊 可能会有王志安的粉丝 就是既看我视频的伙伴 也看王志安视频的伙伴 其实都无所谓啊 就是你看也是可以的 你就是我说的这些问题 你去王志安的视频当中去找 找答案就行了 如果看我视频的伙伴 也看王志安的视频的伙伴 就是你看完我的视频 你去找答案了 你没找到 你也可以跟我进行交流 或者是你说我说的不对 你说我认为王志安就是一个大人大义的人 他不是假人假义的人 他就是为了民族的复兴 生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就是这样 那也可以表输出来 你得出的这个证据 就是你怎么认为王志安说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真的 对不对 他跟利益就没有关系 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那就可以了 我对王志安 不仅仅是由于他做自媒体的时候 他 还整就是因为他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发现我所有 对于王志安的不好的印象的一个产生 跟他做局面那张栏目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他自媒体他在私底下说话的时候 确实非常非常的 让人不吃 他有一回他说崔永元 他说什么呢 说崔永元之所以打击这个转机 就是由于崔永元看不惯方舟子 所以只要是方舟子支持的 崔永元都去打击 就是把崔永元描绘成一种 就是完全没有理性 完全没有逻辑去思考问题 只要是那个 这个这个 方舟子支持的东西 因为方舟子跟崔永元有梁子 只要是方舟子支持的东西 那崔永元就去打击 搞得好像小崔是一个毫无逻辑的人 或者是毫无原则的一个人 就好像方舟子说得救助弱势群体 晚上小崔说我就不救助弱势群体 我就不做这种什么公益项目一样 就感觉特别反感 就这个王子安的一个说话方式 如果你真的把小崔当做你的前同事也好 或者是说你跟他私底下见过面 或者是吃过饭也好 是你的朋友 那能去这么去说人家吗 我不知道这个崔永元 他就是听到这个话 他会做何感想 反正如果我是崔永元的话 我感觉不太舒服 你怎么把我描绘成这种人呢 我打击转机人 或者是说我说转机人好不好 我是基于什么呢 咱们科学的角度去美国做的这个纪录片 有的说好的 有的说不好的 我呈现给大家 大家愿意吃就吃 不愿意吃就不吃 而公民有一个知情权 现在在美国不也是吗 都已经投票了 这是加州都已经投票了 说要把这个转机人食品和非转机人食品 进行这个区分开来进行标注 那就是说转机人食品在美国也有争议 那这就是崔永元想表达的一个视频的 这个纪录片的一个主张 那就也就是这样了 那为什么在王子安的嘴里就成为小崔永元 就是因为跟这个方舟子的一个丝绸来去做这个事情呢 那我觉得把这个小崔形容的也太这个渺小了 或者是说把小崔形容的也太这个没有原则了 就是如果真的是你的朋友你的伙伴 你会用这些这种话语或者是这种这个话去说他 对吧 那可能有的时候小崔喝两个酒 他说这个话是怎么 说小崔亲口跟他说的 那有的时候就在酒桌上喝了点酒说了两句话 那酒桌上的话或者是说就是朋友私底下说的话 你这种压余你能拿出来去说吗 对吧 我觉得不够仗义 或者是说你得问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认为 你得确认一下 所以说就是王子安这个事情做的不地道 如果小崔真的是这么说的话 那确实怎么说呢 就我对小崔的印象也不太好 是吧 如果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只要方舟子 我不喜欢的人说什么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都是不对的 对吧 你比如王子安他说 他说我也想做这个独立的中文媒体 这个媒体也就应该形成这种 没有派别不受宗教影响 这种理想的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是支持的 我是支持的 我并没有因为王子安说这个主张 我就反对他 但是我反对的王子安实现这个主张的过程 靠圈前呢 靠怎么样啊 靠开始做这种就是反共的一个视频来讲 就做这些东西去弄这个事情 而且吧 你要是假如说的在理也是可以的 是吧 说的在理也是可以 但是王子安这个人的人品非常的不好 就目前来看 所以说他说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一个可信度呢 他这个就相当于像那个王林寻啊 我记得王林寻以前说过 当然王林寻现在已经被判了 咱就说王林寻当年 王林寻说过什么话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说接到了那个凯西来的一个案子嘛 说为谁先判了 就先定基调 完了他们去找这个证据 说领导先定基调 说这个到底是真的 这应该怎么判 完了之后去找证据 那如果王子安要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获射的话 对吧 那他先定了这个基调 完了之后去找这个证据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吧 所以说面对这种新闻的一个史诗 就这个事情去分析这个事情 那王林寻那个事情 我就仅仅是引用王林寻当年的他的一个口述 那针对于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伪呢 那我相信历史自有公判 或者是说当事人他是最清楚这个事情的 我不与评书 我就是举了这么样的一个例子 做这样的一个假释 是吧 就等于被审先判了 所以说做自媒体来讲啊 就是说看待实施政治也好 看待这些实施 你不能首先先 先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就比如说包括我看不上王子安 我就怎么怎么的 他说什么都不对 是吧 他说中国应该讲法制 应该有普世价值 这些都不对 那不可能嘛 这些都是对的嘛 但是说他理解的普世价值也非常的这个片面 所以说这个问题上面 我跟他细究一下 就是这样 所以说王子安 跟朋友聊天一样 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私底下 或者是开玩笑 是吧 那就说一说 那这个事情呢 只有说小崔当日人 才能够回应这个事情 那不管小崔是怎么样 他到底说没说 但王子安这个人显然不够仗义 因为他一个他是他的朋友跟你说了一句话 完了你就给他朋友给卖了 是吧 并且王子安的这种性格啊 就是他出卖人的这种性格 在他今天的这期直播当中 展现的历历尽致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王子安 他的这种嘴脸啊 就是这种出卖的一个精神 在他这些直播当中体现的 也是非常历历尽致的 是吧 消费自己的朋友 还说我从来不消费自己的朋友 我就已经给他举出一个例子了 你消费了崔永元吗 对吧 如果就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站在这个崔永元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所以说跟王子安交朋友 也真的是一件非常悲催的事情 是吧 师弟爷跟你说的 有可能是玩笑话 或者是说 也有可能是崔永元真就那么想了 你就这么展示出来 如果我是小崔 如果小崔是我的朋友的话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 我会去纠正他 帮助改正他 帮助他改正 帮助他改正 对吧 你不要这么极端嘛 所以说 那我要认为这种观点不对的话 那我就帮助他就可以了 犯不着你说 拿出来去说吧 说小崔多么多么轴 怎么怎么 一根筋 你看 这都是王子安的原话 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他说这个打假方舟子的视频 里头就有 提到过崔永元这一个事情 都是他自己做的油管视频 还有一点呢 有可能是王子安 他这种人 就是拿出卖人都不当道 他出卖了小崔 消费了小崔 他自己都不知道 完了还标秉自己 从来不消费朋友 是吧 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都没有意识到 给这个小崔的人格造成了一种伤害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这个 如果 你说我都没法懒得去说这个王子安 懒得去说 不闹这个事的 一会在他这个直播视频当中 也能体现出来这一点 损透了 好那咱们接着看 徐志安虚伪的第一点 他不爱弄那个条条吗 我也给他弄条条 一二三四的 他说 我是怎么对抗他人腐蚀的 完了 你看啊 王子安说 说有人要是想腐蚀我怎么办呢 是吧 为了避免这种腐蚀 说为了避免我被腐蚀 那就要看观众到底支不支持了 他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观众给他打赏 我看他也乐得这个前仰后合的 钻的盆满钵满的 利用了这种影响力 消费了大家的这个正义感 反共的人都是在消费大家的正义感 就是在油管这些大尾 大尾 就反共的这些大尾 都是在消费中国人的正义感 完了墙内的左派呢 消费中国人的智商 是吧 消费中国人的智商 所以说中国人 成了既没有智商 也没有正义感的人 都被消费掉了 反正最终你说中国人成什么呀 完了这个说 为了避免腐蚀 就得观众多支持了 我要过得好 就不会 就不会被侵蚀 被腐蚀 死去这种做媒体的独立客观性 就不会做不好视频 如果呢 我要是做的不好 那就没准就是被腐蚀了 我去了 这王子啊 他太赤裸裸了 不是 我就在想 我的国人同胞们 墙内外的 这怎么说 海内外的伙伴们 就你听到这种言语 你不觉得很毛骨悚然吗 这都是有视频为证的 我就不理解 我说 你听到这种话 你还会去跟他合作 你还会去给他打赏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吧 中国人就吃这一套吗 完了就说 说我要有一千万粉丝 给我推特都不换 前提是马斯克得把推特给你 对不对 你在油管上就有一千万粉丝 跟那个推特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你前提是他能跟你换 是吧 你在谈你换不换 我认为马斯克 咋就不说马斯克 马斯克都不知道王志安到底是个谁 就是他想这种想法都非常幼稚 老是就是他的做法吧 老是为了崇高的这个新闻理想 我可以抛弃金钱 我可以抛弃所有的一切 来做这个新闻 但是你看同时呢 他又说自己 如果同伙伴们 我的支持者们 我的粉丝们 不给我打赏 我就要被腐蚀 我就要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 你说这 你说这个玩呢 他在第一条里头就自我矛盾 难道看他视频的伙伴 就给他打赏的伙伴 你认为这是在开玩笑吗 难道你在就是王志安一本正经的 在说这种屁话 你不觉得有矛盾吗 这匪夷说是 中国人的逻辑观到底在哪里 是吧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逻辑 我现在我就是 我就特别惊奇这一点 这逻辑都上哪去了 所以说就王志安说的这个第一点 他说 为了避免有人腐蚀 他说出来的这个话 就首先体现了出来 这个人呢 这个心术他不正 你就拿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 就他的粉丝肯定会有说 那王于在开玩笑的 你去看一看他视频 到底是不是开玩笑 即便这个东西 要是开玩笑的话 你觉得就这种人 前后都逻辑矛盾的人 就开个玩笑都没有逻辑的人 你觉得这个不是很有问题的吗 对吧 中国人擅长什么呢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了点什么话 是吧 就是不好的话 包括你比如说 陈旧时骂这个王志安 就陈旧时骂王志安 这个事情上 真的陈旧时做的确实不对 对吧 就这个事儿 那陈旧时的粉丝 就作为中国人会说 那年轻人冲动 是吧 年轻人冲动 那陈旧时的正义感爆棚的 就是他这个还是年轻 就怎么怎么样 那难道年轻人就可以 就是无节制的 示意的去谩骂 对吧 就中国人他这个逻辑 他不讲逻辑 他永远就是我要支持你 怎么地都瞅你多好 我要不支持你 你怎么地都不行 非得是给人定一个调调 就这个人要是坏人 他永远是坏人 这个人是好人 永远是好人 我就认为王志安如果有一天 他看到我视频了 他醒悟了 那我认为他也能够改好 前提是啥 是什么呢 他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或者是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说话方式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扭曲 但他50年他都没有改变过 我估计他也够呛 这个东西价值观这个东西真是够呛 所以说不要拿什么 哎呀年轻冲动 开玩笑 来给自己的粉丝当挡箭牌 中国人全就死就死在这儿了 是吧 脑袋降糊就降糊在这儿了 我粉我我我这个 我我支持的人说的对的 那全是全是对的 是老正义的 全是轻隐的时候说的 说的不对的时候 啊那年轻人冲动 老的就说老糊涂了 是吧 完了还有什么啊 真的开玩笑说的 不要往心里去 就是祸悉泥 我跟你说中国人最会祸悉泥 啊这个祸悉泥是恶心透了 我是真会真恶心透了 祸祸祸祸 长乱差 所以说王子安说的令人 就是特别不齿的第一点 说就是他回答的 要有人腐蚀我 我会怎么办 是吧 就他自己提的这个事 还有啊 第二个就是王子安说的 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啊 你看他这有的是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聊啊 这终极的不符合逻辑 这令人都不齿啊 哎 他说 第二个这个王子安说的 逻辑错误是什么 他说 给我投资的人啊 他这回不圈钱来了吧 开始骗了 他圈钱 他说什么呢 投资人没有决策权 只有未来的我这个频道 视频的一个分红的一个权利 所以说 你要是投资我的 你没有决策权 你不能够影响我 同时他又说 说我不想要很多人的投资 我怕股东之间打架 影响我做视频 他说了 投资人对于他的视频 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那怎么股东之间会打架呢 你告诉我 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啊 你想干什么呀 做成 做成上市公司吗 世界五百强吗 还股东之间打架 那股东之间 如果要是意见不同意的话 那不对你做视频 不也没有什么影响吗 再一个股东就是一个分红 他有什么可打的呢 所以说 这个王自然 就是他这种逻辑错误 就在他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 这是漏洞百出 你四个人就能挺出来他有问题 再一个咱们不说这个事啊 就不说股东打架这个事啊 他自己都给自己否了 咱们就说 投资者没有决策权 对于他这个频道没有影响 糊弄鬼呢 你像当年这个罗友浩 就说这个王自然 说他做手机评测 贬低垂直手机 说垂直手机质量不行 不过关 就是因为收了Vivo 或者其他公司的钱 做手机的这些公司的钱 要给我这个企业干掉 完了就当时还羞辱了一下这个王自然 那我想这么说啊 就王自然今天干的不也就是王自如那个事吗 对不对 纯粹就是骗了 就是骗了 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去攻击 怎么说来的 去说假话 对吧 王自如欺骗了谁呢 欺骗了他的支持者 那同样 是吧 欺骗了他的支持者去获益 获取了这个其他手机厂商的这个 给他的手机评测公司的一个投资 那么今天的这个王自然呢 不也在这地方 骗这个投资呢 对吧 怕股东打架 完了还股东还没有决策权 说投资者还没有决策权 唉 自相矛盾 咱们回过头来解释说啊 咱就说这个投资者对于这个 这个媒体有没有影响 他一直标饼 王自然一直标饼说 你像欧美 都有这种独立的媒体 都有这种如实的一个报道 中国可没有 海外也没有 今天我 我就是独一份了 我王自然就是媒体的代表 我王自然就好死 我就是中国人的代表 我生是中国人 我死是中国鬼啊 生是 生是 就这样 挤到白脸 要表决心 表忠心 你看 中国人啊 就这种骗子 最爱表忠心 什么事先 产名立场 表个忠心 是吧 跟他靠拢 完了 开始行骗 是吧 这不就是统战吗 是吧 统一战线吗 大家这么去想啊 比如说我是王自然的 王自然的投资者 我给他投了一个亿 我是做一个实体经济的 比如说啊 我做腾讯视频 对吧 或者是说我做点什么 这个游戏的 那我就不允许你王自然做 有损这个游戏产业的 相关的一个调查 你给我调查完了 天天做这个游戏腐蚀孩子 游戏让孩子玩物丧志 那我这企业不讽了吗 对不对 那我还给你投资个什么呀 那我肯定不会投资你啊 对不对 那我这仅仅是举一个游戏产业的一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食品工业 各个方面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营销的一个模式啊 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模式 中国嘛 中国企业嘛 有中国的一些特色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侵犯我自己利益的时候 我就不行 你比如说我做方方面 我就不允许你去报什么老潭酸菜 地沟油 是吧 或者是说哪怕这些都没有 我这个企业家特别正直 我不允许你王志安去报养生 你跟我说吃方便面对身体不好 你影响我销量也不行 对吧 你天天说揪着我这个方便面 你说这方便面不营养 怎么怎么样 油渣食品不健康 致癌 我疯了我投你 所以说王志安他自己 私必接受投资以后 他就要有所取使啊 所以说人不要既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坊 这个很恶心的一个事情 你的资金的一个来源 就决定了你媒体的一个定位 就是这样 国外也是这样 对不对 国外的媒体 他是通过这种互相的对立 互相的辩论 来让民众去有一个思考 你愿意去支持谁 是吧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大选 有的媒体的老总 是吧 背后的金主 他就办这个媒体的 就支持共和党 那有的就支持民主党 是吧 有的金主就支持民主党 那他们在互相辩论的过程当中 要老百姓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 去看哪个不烂 是吧 他们之间有重合的 那证明达成了共识 达成了基本的一个共识 那么有的 你觉得哪个上台的美国总统 不说我要提高人民的福祉 我们要提高就业率 提高这个福利待遇 提高福利保障 怎么怎么样 削减经费的一个开支 用到这个民生的建设方面 哪一个美国总统上台 不整一个亲民的一个姿态 你看一看川普和那谁 和那个那个拜登 当年的那场大选 就是这样 那当然他们会有细微的一个区别 那这个细微的区别 谁是决定的 谁是决定这个投票 就是这种冷眼的旁观者 这个媒体 他们两派在互相撕扯的过程当中 这些摇摆州 来决定这个花落水甲 要说这个冷漠的旁观者 不能说冷漠的旁观者 这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要说这个冷静的旁观者 理性的思考者 就像我这样的人 才是决定这个国家的一个未来 我指的是民主 专制的 咱没有决定性 对吧 没有选票 没有算 不谈这个事 在民主国家 就这些冷眼旁观的人 才能够分清 到底应该支持谁 决定最后 谁当我们的美国总统 不见得他们 就投这个人的票了 就一定是百分之一万支持他 只不过说 在两个烂的 可能有的时候 是在两个烂的当中 选一个不那么烂的 他有一个选择了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要独立思考 就是在这里 对吧 所以说你标柄一个媒体 能够怎么怎么样 去引领这个中国 又对中国怎么样揭露 还要中国人觉醒 中国人要觉醒 一百年前就觉醒了 鲁迅活着的时候就觉醒了 鲁迅写了那么多文章 以笔为刀相 都觉醒不了麻木的中国人 你王志安 他能跟鲁迅比啊 我认为王志安跟鲁迅一比 他连屁都不是 是吧 就是一个小诚 所以说 媒体 你说他到底有多么公正的一个报道 我只能说做到相对公正 但是他也有跟政治的一个关系 跟利益的一个关系 你说 你说你让你的金主爸爸 是吧 让你的爹 让你的金主 说对于你自己没有影响力 我认为你说这句话就很幼稚 就在忽悠三岁小孩 但是就有人吃他这一套啊 你说 这鬼了 见鬼了 是吧 这个 中国人怎么会去相信这种言语 就冲他这个言语 他这个人就不诚实 唉 我对中国人我是 我服的 我对一部分中国人 是吧 或者是说一大部分中国人 就不清醒的中国人 我是服了 是吧 你看王志安现在火成那个样子 你不就知道了 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王志安的那期直播 行吗 完了你在对照了 我说完 你看完我这期视频 你去看王志安的视频 或者是你看完王志安的视频 你来看我的视频 你就更加的 有所这个认同了 是吧 就更加的有所认同 所以说王志安说 投资者对于他没有影响 这就是放屁 是吧 这就是假话 好 第三点来了 考察人性的时候来了 第三点他说 他说我当年在央视啊 我做了很多采访 这些采访都被台里头毙掉了 不能够让中国人知道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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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不让你们知道 我好死 我是内线 对吧 我有我当年的一个采访 我靠着这个仰视 这么一个被大靠散 我采访了多少不能说的事情啊 虽然最后给毙掉了 但是我都留下来了 这些秘密我都留下来了 完了 这个王志安说了 他说 我是冒着违反这个泄露机密罪 他当年跟央视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 他说我是冒着这个泄露机密的这个法的这个罪责来给大家做视频的 所以说我的视频质量高啊 我风险高啊 你看我跟你说的这全是机密啊 我现在开始反了 我反共了 所以说我跟你开始说机密了 其实我认为这是为了货客啊 呃 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 王志安这个人 他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叫什么呢 叫做人没底线 这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总结 咱们大 可能大家会 大家请于酒喝口水啊 因为说了很久了嘛 都说了这个快放个点 我为什么说王志安这个人这个做人没有底线呢 就是说当当他跟一个人去撕破脸的时候 他可以打破他过去所有做过的承诺 这个人真的是太恶心了 大家可以去想他在央视的时候 他接受了多少的这个 就是这种民间的一个疾苦了 不是接受啊 他是采访到了 他是接到了多少的这些证据 就是民间疾苦的一个证据 他采访了那么多的新闻 都不让报 对新闻的进行的一个管控 并且这还是当局的一个机密 啊 泄露国家秘密 这个当时他签的保密协议 完了央视给他开支 对吧 那次这个饭 当他能吃这个体制内饭的时候 他就会很好的遵守这个保密协议 当他跟这个人不好的时候 跟这个体制掰倒的时候 他就会把 把他过去所有的协议撕毁 我觉得这种 就翻脸吧 就不认人 就翻脸以后就做人就没有底线了 就可以把过去所有的这个承诺 都 都不遵守了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恶心了 因为你你是签署过保密协议的人 你是做过承诺的人 当然你离开央视之后 你可以说离开央视之后 你的一些观点 或者是说离开央视之后 你采访到的什么民间的一个肌骨 这个是你可以说的 但是过去你已经做过承诺了 那难道你就可以去撕毁吗 难道做一个人要这样的没有底线吗 你跟他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他维护秘密 你跟他不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撕毁所有的承诺 去抨击他 去攻击他 去反对他吗 一个人有承诺在的 对吧 这是一种承诺 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的一个准则 我就在想 王志安这个人怎么会有朋友 他当然跟你好的时候怎么都行 咱们你弄我弄大家好 是吧 你好我好大家好 恩恩爱爱的 当他跟你掰倒的时候 他可以不所不用其极的 违反这种当初对于你的一个承诺 去用这种下刹烂的一个手段 去对付他 那如果按照他 王志安的这个逻辑去 我认为 当局去给香港 布置这个国安法 没有任何的一个 道德上边的一个损失 是吧 你叫全世界具有普世价值的 就是王志安所追寻的 全世界的那种普世价值的国家 都在谴责 当局给香港弄的这个国安法 说他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 限制了公民的人身权益 这是人权 对于基本人权没有保障 所以说持有BNO护照的人 可以移民到英国 对吧 那其实按照王志安的这种价值观 那那港英政府当时和中国大陆当局签署的那个 50年不变的那个 特别声明 对吧 联合声明 那当局今天 当局今天还不承认撕毁了他 是吧 就给你加点国安法 给你加点这个油盐浆铺 给你添加点佐料 还没说把这个给你撕毁呢 当局还不承认呢 那么按照王志安的这个逻辑去 当局撕毁了又怎么样 当时那是我跟你好的时候 是吧 那我 你香港你归我管的时候 对于我有利的时候 那我跟你签署这个声明 当我对我没有利的时候 我就可以撕毁这种承诺 撕毁这种声明 大家觉得应该吗 做人应该这样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 就比如说跟我小宁交朋友的人 如果咱们两个好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你的秘密 或者是说对于你不利的一个秘密 我作为朋友的时候 能够帮帮你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因为我能够了解你的秘密 我才能证明我们曾经是朋友 因为朋友之间才可以分享这个秘密 哪怕是一些对朋友不好的这个秘密 因为你只有就是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示给朋友 这可能才是对朋友就是无限的一个信任 那么我也承担了这种责任 所以说哪怕有一天我跟你不好 我反对你的这些政治观点是意识形态也好 我也不会拿你当初跟我好的时候 给我的告诉我的这个秘密 信任我的时候 基于我的这份信任告诉我的 我来攻击你 我也只能是说拿你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去帮你帮助你赶上 或者是说拿不会拿你过去的这个秘密 抓着你这个小辫子去攻击你 这是我交朋友的一个准则 哪怕我跟你就关系不好了 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辜负你当年的那个时候 我们好的时候 你对于我的一个信任 因为我就不是那样的人 这个王自然太 这个这个水准太底下了 央视给你钱的时候 你可以帮他保守秘密 央视不给你钱的时候 你就泄露他的秘密 咱们就不管这事违不违法吧 起码违法的一个做人的一个粮子 或者是做人的一个准则 对不对 这是我真的不太理解 王自然的道德观到底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个 泄露秘密这个事 有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是什么 美国发生的 叫什么 叫冷静门 是吧 咱们拿一下美国人 斯诺登和王自然进行一下对比 大家看一下 他们两个 两个之间的做人的一个差距 有的伙伴说 哎 对呀小宁你说的对呀 这 这斯诺登不也泄密了吗 那怎么跟王自然不一样呢 那不都是泄密了吗 哎 你听我给跟大家聊 斯诺登是怎么回事 斯诺登是因为他接触了这份工作 他天天做这个脏活 这个累活 他不是 不是累活 他斯诺登不累啊 他年薪二十万美元的 跟女朋友过的那老开心了 那一天呢花钱酒地的老开心的 是吧 跟女朋友两个酒酒 你合一合去 年薪二十万美元 那真的非常不错的 合银民币多钱呢 是吧一百多万呢 那这生活呢 相当的开心的 happy的是吧 但是他在干活的时候 我这是一个脏活啊 我发现美国有这种不齿的 美国当局有这样的不齿的一个勾当 他监控这种邮件 侵犯公民的个人的一个隐私 包括各国家的领导的政要 这种海外的一个邮件 虽然你是打着反恐的一个名义 所以也有这个 做给那个美国什么司法机馆呢 还整一个形式上的 说发一个指令 那边就按一下回 那边就是自动给一个回折 就那意思授权了 这是这是美国搞的这个事 你看美国搞这个不齿的这些事情 他也给要求这个法律是吧 法院给一个回折 给一个确认 哪怕这个确认呢 是非常的走行似的 就是他也得走有一个司法的这个正义站 他也走人家这个程序 但是斯诺登发现了 他作为一个拿着20万元这个年薪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 他两者过不去了 不行我要揭露他 冒着叛国罪的风险 冒着卖国罪的风险 我也要揭露他 因为斯诺登也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那这个时候 斯诺登和王志安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 王志安是跟当局掰倒了 他才出来做的这种泄密的一个事情 而斯诺登他从主观上来讲是为了正义 他去泄露这个秘密 他是基于一个做人的一个良知 这是他王志安和这个谁 这个这个这个斯诺登的本质的一个差别 王志安是想合作而不合作 所以说开始搞这个事 开始泄密 但是斯诺登 他是出于自己的良心 良知的一个觉醒 所以说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斯诺登是在他 工作最好的一个时候 年薪最好的一个时候 有很多利益很大利益的一个时候 抛弃了这种利益 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是吧 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正的人 所以说他选择揭露这种 对于公民的个人隐私的一个侵犯的 这种行为 这种监控 所以说斯诺登公开了 所以说在时间点上 他跟王志安是不同的 王志安是跟当局合作 合作不下去了 跟他掰刀了 而且想合作想合作了三年 是吧 忍了三年 掰刀了 而斯诺登是干着干着 我就放弃了我的年薪 我不干了 老子辞职了 一拍屁我走了 我冒着这种叛国罪的一个风险 就是我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斯诺登和这个 王志安的性质方面 他也是不同的 时间点也是不同的 而且他们这个利益的一个原因 也是不同的 斯诺登为了谁的利益 为了公民的一个利益 为了美国公民的一个利益 但王志安是为了谁 为了他自己个人私人的一个利益 大家自己去评判 对吧 这个他做的这些事情 根本都说不通嘛 充斥着这种逻辑的一个矛盾 如果王志安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那么不要去说什么香港的问题 那国安法 国安法也没有改 国安法也没有改变香港的法制 对吧 中英联合声明 那给你加点佐料而已嘛 联合声明还在啊 我还承认呢 我也没说不承认联合声明嘛 再一个 即便我违约了 又能怎么样 对吧 像王志安说 就像王志安这样 我签保密协议的 也是一只个废子 对吧 我可以随便的撕毁条约 那王志安有什么资格去批评香港政府呢 是吧 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大陆当局呢 所以说这个是我对于王志安的一个质疑 好 那我说完了他和这个斯诺等的一个事情 第四点呢 就是说他说中国人缺少觉醒 他跟海外做点这个自媒体的视频 他就能够觉醒了 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说觉醒这个事儿 能觉醒吗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你觉得中国人能觉醒吗 中国人都能被王志安这种人 骗的这个云里雾里的 他还能觉醒 对不对 还给王志安打钱的 还要给他投资的 他还能觉醒 非常开玩笑 虽然王志安可能在战时 他可能会获得很多的这个利益 哪怕这个今生 王志安也会获得很多的一个利益 有可能 有可能他未来真的成功了 也或许不成功 如果人民真的觉醒了 他不会成功 如果人民不觉醒 那他肯定会成功 不管他成功与否 我惹得他对不起自己的一个良心 我看王志安的这期直播 大量充斥着 对于他自己的这个 为人的一个标柄 说我们做新闻的 一定要是怎么说 有这种专业的精神 比如说我采访江哥 我采访刘欣 我都不能够带有 自己个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色彩 为什么 因为要不然没有人在愿意接受我采访 其实你说他说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吧 就都是围绕着他自己 是吧都是围绕着他自己 他本可以再说点那个高大上的 是吧拔个稿 他应该这么说 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新闻行业的一个规则 就是要这样 因为新闻行业 因为人家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是对于我的一份信任 人家跟我说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人家愿意跟我交流 跟我倾诉 是拿我当朋友 可以说他自己的一个秘密 对吧 是基于我的对于这个 这份事业的一个支持 新闻事业的支持也好 或者是基于对我的一个信任也好 你可以这么去说 所以说在王治安的话语里头 或者是在他的脑海里头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任 只有利益 只有我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我所理解的新闻 别看我一天新闻我没有学过 我所理解 但是我认为 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人的一个良知去做事情 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愿意接受我的访问 那就是对于我的一个信任 那么他对他跟我说的一些东西 如果他不想播出的话 我要基于当事人的一个利益去考虑 我可以不就播出 他需要打马赛克 我就打马赛克 因为这是人家跟我合作的一个前提 就像朋友一样 你得有这种信任在了 所以说正是靠着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 不管是对于江哥也好 不管是对于流行也好 不管我自己的那些知识谁 只要他们把这份信任交给我 我就要承载这份信任 我就要保守这份信任 这个就像律师一样 我的当事人他相信我 他愿意跟我说实话 我不能够反过来 利用我知道的这些内型去攻击他 我挺反感那种电视剧 就是一个律师 他跟他自己的他的当事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他可以本可以选择不给他打官司 这是律师的一个自由 对吧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给他打官司 并且你还成了一个卧底 去反过来辜负你的委托人的这个信任 这违反他的职业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准则 每个行业都是有道德和准则的 都是你看是他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 但是他破坏了什么 他破坏了这种职业的一个道德 这种职业道德的一个破坏之后 我对于社会造成的这种影响 可能更是无法估量 对吧 更是无法估量 那就会造成什么呢 委托人和当事人之间互不信任 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个互不信任 那么在打官司的时候 或者是在基于一种互相不信任的一个情况下 你说这个官司到底能打好吗 是吧 能打好吗 互相的一个不信任 互相的一个猜忌 你到底能够维护这个司法的一个正义吗 为什么要有律师这个行业 不就是希望你站在你 站在你的这个 为他辩护的这个人的一个角度 去思考问题吗 来获取这个司法最大的一个公益吗 因为对方自有检察官是吧 作为提起这个诉讼的一方 作为这个发出问题的一方 是吧 那如果你自己就把你的委托人 就看委托人的这个品行不行 你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干的的话 你不会对职业没有一个操守的话 那么你要把你的委托人 如果他真是冤枉的怎么办呢 对吧 他可能会给你透露一些一些细节 其他的相关的一些细节 可能你认为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完了之后你就开始便捷了 开始去做这种事情 违法了自己职业的操守 但是他不见得在这件事件上 就是他干的 对不对 如果这种无序的情况的一个产生 每个人都没有这种程序的一个正义的话 那会有多少的一个冤假错案 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辩护的一个律师 哪怕这个人他是死恶不赦的一个人 他也有说话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权 也有接受这种辩护的一个权利 就像萨达姆当年 有一个美国的律师 拼死就要去给这个萨达姆做辩护 而但是他是确实是最反对这种萨达姆的一个统治的 他说我可以让他 我虽然萨达姆有错 我反对他我痛恨他 但是我一定要为他辩护 要维护这种司法的一个正义 这种公正 这就是美国的律师 对吧 要为当事人 争取到最大的一个权益 而不是吊炮忘礼咒 跟这个检察官一起 怎么狠怎么整死他 对吧 可下这回当事人跟你说点秘密了 光光的全给他说出去了 那是太有意思了 是吧 太有意思了 觉得好像维护了这种正义 这种事件如果产生 以后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当事人 会跟律师说实话 说的一切的全是假话 那这个社会呀 都不像是什么样子 是吧 那会造成更更多的冤假错案 可能不应该判的被判的 可能应该判的 还反倒没判 而且也没有这种程序的一个证明 那我相信 西方的 欧美的这种司法制度 这种司法的独立的一个制度 还有他们给当事人一个说话的一个权利 宁可 错放以前 也不误杀一个 那这种基本的法律的一个 共识 就荡然无存了 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王治安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 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起码的一个信任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起码的做人的一个良知和准则 那这个是我所理解的这个法律 而可能并不完全 对吧 我不是司法律师出身 可能还不可能很好的 阐明司法的一个产生 这种法律的一个产生 这种公平正义的一个产生 仅仅是我的非常粗浅的一种浅见 对吧 那这个是我认为 他要有职业的一个超手 道德的一个超手 才能够维护好这个社会的良好的一个运营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但王治安不是 王治安所有的事情都是在 他跟中国人聊天 让中国人听明白 就是一个是利益当头 什么有助于我的新闻事业的一个发展 我就这么做 对不对 伙伴们 你们说对不对 是不是他通篇 他所有的直播都围绕着这个立志去考虑 所有的这些都是 所以王治安还要招聘 我希望别跟他合作 不要跟他合作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那这个就是 我对于王治安视频的一个 一个看法 包括他说中国人的觉醒 不可能 今天我就定性了 不幸咱们就走着瞧 伙伴们 咱们可以打一个赌 咱们打那个一百年以后 咱们都不在的 没有什么意义啊 咱们就打拿王治安举例 在王治安所谓的有生之年 对吧 我不知道王治安能活的大叔叔 这算他现在五十 活一百吧 对吧 王治安有生之年 他也实现不了他所谓的什么 觉醒 说当局怕觉醒 是吧 怕中国人觉醒 他要干这个事 让所有中国人都觉醒 中国就好了 我对中国就有推动了 咱们就打这个赌 行不行 在有生之年 在有生之年 咱们就聊这个事 等那个王治安 等他以后做股了 是吧 王治安离开这个世界了 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他到底做的这个份事业 到底是为了他自己 赚的盘满 还是真的为了推动 中国人民的觉醒 咱们就走 我不惜咱们说咱们以十 几十年为代价为周期 咱们去看他 是吧 那个时候都是 可能油管都没了是吧 可能又有其他的这个 新闻媒体了 没人说一个企业嘛 最多也就存活七十年 百年老店实在是太少了 是吧 太少了 七十岁的企业就算高瘦了 我不知道这个油管 到底能多少年啊 咱们看 是吧 我希望油管长长久久的 再活七十年 是吧 他不用活七十年 活五十年就行了 就能看到王治安 到底最终的一个底牌了 是吧 看看他临走之前 能不能把中国人叫醒 能不能弄觉醒 中国人要是能觉醒 我跟你说 哎怎么说呢 我怎么打这个比喻呢 是吧 中国人要是都能 都能够觉醒啊 我就认为 那个同性恋都能生孩子 是吧 就是不用人工受精 都能生孩子 是吧 就这种违背这个常识 违背这种人伦的一个事情 他都能够 都能够发生 行吗 这么去举例 太有意思了 是吧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